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会出现一个交代人物 你比如说现在咱们都说英国有凯特王妃 怀孕了 全世界都关注的 生男还生女了 上一辈交代人物戴安娜王妃 跟查尔斯王储弄的这婚姻生活不亦乐乎 最后还死于撤祸了 全世界多少记者狗仔队都调查这个事 那么要说这二位跟他们的前辈比 就算不上翻江倒海的人物了 咱们说的是比戴安娜还高一辈 就是现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亲妹妹 玛格丽特公主 咱们今天说说她 这才真正是个风云人 到什么程度呢 咱们看过奥大利赫本的片子 《罗马假日》 有人说这《罗马假日》里头 这个赫本演的公主 玛格丽特就是她原型 哈日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呢 英国发生了一个震惊世界的伦敦银行 这个盗钱 就说这个盗钱就是玛格丽特引起的 所以一个王室公主 怎么能跟一个盗钱连结上呢 咱们今天就说这个玛格丽特公主 她身上发生了丑闻以及传奇 她的爱情故事被拍成电影《罗马假日》 她的婚礼是第一个被搬上电视荧幕的皇室婚礼 然而她也是英国皇室第一位离婚的公主 她的艳照引发了英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银行结案 她就是现任英国女王的妹妹 玛格丽特公主 方荡不羁 特立独行的性格 导致了她戏剧性的一生 老蓝故事会也为您讲述 公主艳照与银行结案 要说这玛格丽特公主 她身上有什么传奇 咱得从这英国王室的地位说起 这个英国王室啊 实际上就是龙子的耳朵 白色 她没有任何能够决定 英国国家大事的权利 这是英国人呢 几百年下来 成功地把这王族关到笼子里头 但是她可不是说一点用没有 她是英国政权的一个象征 你比方说外交场合 有时候英国女王去呢 就往往能起到英国首相都起不到作用 比方说咱们当年谈香港回归 撒切尔夫人来 那就是真刀是枪的 刀光剑影的跟咱谈判 但是伊丽莎白女王来就软和多了 能充当一个简直房 一个桥梁 所以有的时候既然英国王室对外代表着英国的形象 那么英国人对她也很重视 起码王室成员的教养礼 那得是重重之重 你看当年伊丽莎白女王她爸爸 英国国王乔治六世 就这么俩女儿 伊丽莎白 玛格丽特 所以按照这个王位的继承人顺序 伊丽莎白是第一继承人 所以对这俩女儿的教育不一样 对伊丽莎白的教育呢 你得懂政治 甚至你得懂经济 你得懂国际关系 就是从这个国家大事这角度培养你 那么玛格丽特呢 既然没有多大机会继承王位 那就是艺术气质得好 学学音乐 画画 教她这样 咱们都知道 这个搞音乐 搞绘画 搞艺术的人 她这天性里啊 都有一种自由的基因 就我不愿受约束 我随性率真 由着自个性子 想怎么着怎么着 这玛格丽特公主 她接受的教育和她的天性特别吻合 所以有人说 这罗马家人里头 澳大利贺本演的公主就以她为原型呢 你看这个罗马家人里头 这公主 不愿受约束 跑到罗马 正式的访问 她都能偷着出去 跑着一天玩去 结果在玩的过程当中呢 意外的碰到一个穷记者 瞧 结果这俩人就好上来 展开了罗马家人里的浪漫故事 那时候这个电影火得不得了 我们谁看完呢 那心里都把澳大利贺本当梦中情人呢 有人说这玛格丽特呀 就这里头原型 那么现实当中 这玛格丽特追求爱情 是不是也这样大胆 也这样放纵自个儿的 哎 确实如此 在这个玛格丽特呀 二十岁不到的时候 当时英国有些报纸就挖出新闻了 说这玛格丽特呢 和一个比他大十六岁的男的谈恋爱了 说这是哪个王族呢 不是王族 是英国王室一个皇家侍卫 说把他站岗的 说这人叫什么 叫彼得汤森 后来这个事怎么被证实呢 1953年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加冕 正式成为英国国王 那么当时这个电视不转播 这个威勉的仪式吗 哎 皇族都得参加 结果 那记者你知道 这个摄像他坏啊 他盯着声 拍 一下拍到一条 就是这玛格丽特呀 旁边站了那个皇家侍卫 彼得汤森 那彼得汤森 皇家侍卫得穿的板正正的 衣服都很漂亮 也不哪是出了个白线头 就看着马格丽特一伸手 把那白线头给他揪下来 所以当时电视台上把这捕捉到了 这个事就算大白于天下了 他俩确实在恋爱 再一调查这个彼得汤森 原先是参加过二战 还是个空军上校 有点来头 可你有点来头不行的 一个是你比马利特大16岁 在你出身不是贵族 第三个最要命 这比他汤森还没离婚呢 有俩孩子那头老婆还在呢 所以这个时候 英国王室上下普遍不同意这个事 当时伊丽莎白呢 作为国王啊 苦口婆心 劝自己妹妹 说呀 我这刚登基 你就别给我惹事了 再一个咱们王室规定女性啊 得25岁能结婚 你今天才23 你能不能这么等两天 等两天再说 马利特说行 我能等 等这两年 结果这两年时间 俩人好得比原先还辞世了 弄不散了 过了两年之后呢 彼得汤森也宣布我离婚了 转眼间两年的期限到了 玛格丽特公主 已经符合了王室结婚的年龄 而彼得汤森上校 此时也结束了自己的婚姻 那么他们最终 能否顺利的走到一起呢 那么这个时候 活上眉梦 英国王室感到挠头了 这玛格丽特 真要跟一个彼得大16岁的 离了婚 还有俩孩子这人结婚 英国王室还是不能允许 人家王室有自个规矩 你结婚呢 有一条可以 你呀 玛格丽特啊 你不能再当公主 把公主头衔取消 更要命的是呢 所有英国王室的待遇 你都不能享受 你给我走人 自谋生路 所以逼到这个份上 再加上皇室成员的这个劝的 那个劝的 你怎么能找这样的 你真给我们丢脸 我干脆死去吧 反正这等于从物质上和精神上 给玛格丽特极大的压力 没办法 1955年 10月31号 这玛格丽特在英国的 网络电台 流着眼泪对外宣布 我宣布 我不和彼得汤森结婚了 这王室逼着玛格丽特 往后退一步 不和这彼得汤森结婚了 可时间不长 这玛格丽特呢 28岁那年 爱丽呢 有很浪漫的艺术家气质 而且两个人社交圈子 比较类似 交的都是演员呢 舞蹈家呀 诗人 他这种气质 很让玛格丽特着迷 两个人很快就 好了 这时候英国王室一看 不满意是不满意 他也没办法 你就这样了 你就结婚吧 就这么这1960年 两个人走了一段 这个结婚可是结婚了 咱们说 这童话故事里边 王子跟公主 驾着马车 幸福的生活到一块的 可现实当中 你想呀 这么两个有艺术气质 很浪漫的人 真正走进婚姻 很难受婚姻的约束 结果他俩结了婚之后呢 基本就各玩各的 就跟英国上流社会社交权 天天在这里头 反正这会儿一个舞会 那儿一个酒会 当时英国的狗仔队 经常拍到这画面 这玛格丽特呢 这手端着酒杯 这手拿着舍架 你给人家感觉是什么 挺放大 就起码来说 是不约束自个 你说英国王室成员 到哪儿去 那都得大小姐 这个都得端着 这拿酒杯去 来抽两口 来干两杯 这不像话了 这种 而且要命的是呢 这玛格丽特呢 他还有点爱好 这爱好不太雅惯 他经常愿意在 自己的海滩呢 都脱光了 裸泳 而且据说 这个玛格丽特呢 经常公共场合啊 穿着比基尼 这倒不是什么事 有上风化事 很简单的衣服啊 跟身边的人 这个语泰比较亲密 总而言之 让人觉得 浮相连篇 说他和他老公 到底怎么样了 结果后来 两人婚姻 14年 到1974年时候 传出绯闻来 说这玛格丽特呀 底下养个小的 你说这当时一传出来 这安东尼 这摄影师 他丈夫也受不了 说这都什么事 这是 结果俩儿穷吵恶斗 到1978年的时候 玛格丽特这年是 也40多岁了 两个人这个婚姻 是走到尽头了 离婚了 好 欢迎你回到 中国酒婚焚酒 冠名赞助播出的 老年故事会 后来是2002年 这个玛格丽特公主 72岁的时候 于是长辞 但是她的传奇故事 我们前面仅仅说了 她这些事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 就是伦敦历史上 一次惊天的道歉案 和玛格丽特有够连 说王室成员 跟道歉案有够连 不至于那么下作 她是这么个事 她的起因 是当时70年代的时候 就我们刚才说 玛格丽特和小的 是伦敦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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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资金把他赎回来 那么这个时候 英国王室既不愿意出这笔钱 那也不能说不出钱 他就给登报纸 这太丢人了 所以当时英国王室 动用了英国国家力量 就是英国的军情武处 军情武处 我一说有朋友知道 007 詹姆斯邦德 就是军情武处的工作人员 这样军情武处 说这事怎么办 你抓着麦克尔X 一时半会儿抓不到 但可知道这批照片 在这个劳伊德银行 这个金库里 说那你帅土之宾 莫非王臣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让银行交出不就完了 对不起 他这个体制和咱们不一样 人家不听政府的 私人银行 我得为我的储户保密 你政府说什么 跟我没关系 所以军情武处 想什么办法 雇一些劫匪 就雇一些犯罪分子 高水平的犯罪分子 通过打地道的方式 从里面钻进去 把这些东西 照着上给偷出来 同时捎带脚漏槽打肚 就偷走 大概当时值50万英镑的 这么一些精英部门 给偷出来 后来又把这麦克尔X抓住 把他给嚼死了 在这银行大解案 这个电影 说的就是这么个事 说这事是不是真的 这个银行大解案可是真的 它的真实发生事件 是1971年8月份 就这个劳艾德私人银行 它是当时确实有一伙盗窃盘 他们想个办法 离这银行 直线距离大概也就是 能有个100米不到的地方 有个皮货店 这个皮货店的隔壁 有个地下室 他们就在这个地下室顺着这个网工挖地道 挖大概有一百来米 挖到这个银行地下 再往上挖 这些人当然惯犯 他非常有经验 他白天不会干 怕有什么惊动 这啥 晚上就是淘汰 这淘汰道一方面 他得测 这地道里头是不是坚固 你别淘一半塌了 那受不了 再给弄出这些土往哪去 这都有讲述 这些人很专业 淘汰地方发现不行 为什么 这个地下金库 外边有一层厚厚的水泥墙 特别坚固 坚固到什么程度 人在地下金库都没安报警器 就有这把握 你整不开 安报警器干嘛 花那钱 不用 这整不开怎么办 这些捡匪一看 得 一不做 二不休 搬不到葫芦 撒不了油 索性来这狠带 把炸药弄开 把他炸开 结果真就是炸药 炸开的 从这个地道里清理出八吨 各种石块 最后金里方的 把二百六十八 花银箱撬 弄走了 现在市值都有五百多万英镑 金银不保 还有金块什么 给弄走了 Cheers 说这案子当时怎么破的 这不是警察来破 最早发现这案子 是无线电爱好者 说无线电爱好者 怎么发现的 当时这劫匪 你在这掏地道 不对外头有望风了吗 双方怎么联系 和对讲机 结果有无线电爱好者 在附近的刺几百 怎么收进了些乱七八糟声 什么声 倒霉就倒霉的 他盗窃团伙里 这放风这个人 这是拿着对讲机 站到楼顶四下望 警察可别来 他不断的 他待着没事 他跟地底下 挖地道这些人聊天 结果这无线电爱好者 一收把声音收 这些人干嘛 这是 这是不是要偷东西 这个人政治觉悟很高 马上就报告给警察 这警察听到这一样 这目标在哪呢 根据无线电搜寻 一点点锁定 就这附近 看来是奔着银行时间 赶紧 到了银行一说 到地下 看地下金库 那大门锁的灯灯 完好无损 这一撤回去 给了这些盗窃判时间 你下次这无线电爱好者 再说有这个减肥 他说你拉倒 狼来了 你不信你这 所以最后他们真成功了 在里边偷走很多东西 那么这个案子呢 隔了大概有一年 抓了四个犯罪嫌疑人 非常令大家奇怪是 这案子没有公开审理 然后把这四个人就判了 什么罪名都不知道 隔到里头了 所以很多人怀疑 这里有事 说他们从里头 拿走的这个东西 绝不仅仅是金银珠宝 那么简单 很可能有一些英国王室 或者是英国国家政权的机密 被拿走了 所以这个事 不能对外公开 秘密审理 那么你想这个题材 当时好莱坞那些导演 编剧眼睛都红了 多有意思 咱得问问什么事 这些人从美国来到英国 开始调查这事 瞧了 当年被抓进监狱 那个四个劫匪 那仨都已经死了 还有一个活着 当然已经释放了 找吧 把这老头真找着了 把这碎碎 他也干不了什么了 在养老公寓里待着 就问他 我们来找你 问当年的事 一听 老头神色很紧张 当年的事 我可不方便说 给你钱行吗 想想 你给多少钱 给他一笔钱 好 我给你们讲了当年的事 这老劫匪就一五一十的 我们当年怎么做的案 怎么进去 说你们在里边弄着什么呢 有这珠宝 钻石 还有金块 说除了这个 就没弄点别的吗 还有点照片 对了 就照片 你说 都什么照片 当时英国有大法官 去嫖娼去了 也不像谁给盯上拍的 哎呀 那恶心呢 我们有一批这照片 说还有什么 就没有玛丽特公主照片吗 就光着那个 这给开刀了 结果这个时候 这老头 不光神色紧张 都有点哆嗦了 这事你不要问我 我这事 我我不知道 没法说 所以这个过程 这让好莱坞这些导演编剧 就更怀疑了 你说他都不敢说 那看来不定受了多大的威胁 人美国这导演不管你 你不说不要紧 回去我们自个编 于是回到美国文童 就写了银行大结案 这句本 他们就想当然的认为 玛丽特公主 这些不雅照片 和这起惊天的银行大结案 有密切关系 所以咱们说的这 玛丽特公主一生 很传奇 就跟这个案子的勾连 都是一些匪夷所思的 感情世界里的一些 正当与不正当的理 其实这个说明什么问题 你看着英国皇家公主 享尽荣华富贵 到哪受人尊敬 吃不愁穿不愁的 可是他们的情感世界 受到很大的疏忽 所以在个人感情世界里 他们就失去了一次次 与浪漫邂适逅的机会 多次都擦肩耳锅 所以这个事 其实也不光是英国 你在这皇室里待着 受他的约束非常大 外本人看着锦衣一时 围城吗 想进来 里头人还做梦都想出来了 所以用这袁世凯的二儿子 他的二公子 袁克定的一句诗 说的很好 叫绝灵高处多风雨 莫上穷楼 最上三 好 感谢您收看这期老梁故事会 老梁故事会是由中国酒会粉酒 冠名赞助播出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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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